你好,我是克莱曼 政府从上个星期三11月1号开始取消肉鸡顶价 让价格自由浮动 随后有消费者就针对肉鸡售价上涨 投诉到首相而终,引起首相的关注 尽管如此,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最近却没有接获任何正式的举报 因此当局呼吁消费者 在买到贵的鸡肉时应该要进行举报 首相拿督斯利安华在接获一个来自纳明的投诉后 要求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 介入调查当地某巴刷的鸡肉价格比半岛贵的问题 不过当内贸部介入了解时 有关的价格在第二天就下降了 同时当局至今都没有接获任何的正式投诉 针对这件事情 内贸部逮捕者拿督阿明杖就表示 投诉者最好直接向内贸部提供资料 以便展开调查 他也劝告消费者不要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以免证据被隐藏或者销毁 让当局无从下手 另外消费者一旦发现 商家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包括物价上涨 可以通过WhatsApp 投诉网站 控制中心热线 电邮手机应用程式 向内贸部反应 百物涨价 消费者在购买任何物品前 多应该要先查查价格 以便可以节省更多的开销 而如今 想要货币商家 消费者已经不用亲自到超级市场 或者霸击市场跑回探 只需要像在有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推出的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 就可以进行价格比对 买到最便宜的物品了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